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助入住的登记柜台 以事先取得的仪围码 核对身份、资料 便可取得房卡 这栋科学原生建成的大楼 房主要是租给园区租户的员工作为宿舍 筹备超过3年 17层的出租宿舍 总占地6万8千尺 总共供应500多个单位 希望发展一个住宿项目 想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科人才 提供给我们原区人才的一站式设施 方便他们的住宿项目 现在差不多三、四十人都可以做到 即少了一半的人手 便可以重视人做的东西 而其他东西便可以电脑处理 上到房都充满科技和智能配套 智能门所有人面识别系统 租户亦都可以用专属的手机应用程式开锁 同时控制房间的智能家居系统 讲到智能家居就不少得私人的语音助理 房间亦都有室内空气监测系统 在狂热期间就派上用场 想预约大楼里的共享生活空间 在应用程式里都可以处理到 在整个入住的过程中 他们想用vending machine 、launchy 或者设计我们的meeting room 其他的facilities 都可以在APP处理到 在APP处理到booking 在APP处理到e-payment 就直接可以做到 除了要预约的演讲或者活动场地 共享空间里也有不少空间 方便租户促进二点交流 创科人员随时随地想到一个idea 都想跟朋友沟通 如果他们立刻可以聚在一起 谈谈个方案 是非常理想的 说到要建立一个激发创意的社区 WordHot PlayHot就一定不少得 在专门规划的娱乐区域里面 游戏室、音乐室、派对场地、阅读空间 就成为住户公寓时充电的地方 已经陆续有租户进驻 这里以世界六成的租金 分短期和12个月的租药 其实来自五门四海的创科人员 一起住在一个屋前下 希望透过他们一起住 一起沟通 一起生活 可以增进他们的交流 现在我做了一个拍摄电视剧 我动作人员 大概5厘米或1厘米 从这儿开始动作人员 這些用黏土製作的玩偶 是縮時動畫的靈魂人物 這間動畫製作公司教年輕人製作動畫的技術 用相機和戰節元件 除了電子技術 他們也會教學生利用黏土、布偶、剪紙、電腦模型 和最傳統的手繪 學懂如何製作畫面之後 就需要學習寫劇本 創造不同的角色 嘗試成為導演 我第一次來到了 我們開始畫畫 然後就職員和電腦 我非常喜歡 我總是想要組織創作 和新的技術 而這就成功了100% 這間動畫製作公司 位於俄羅斯西北部的一個小鎮 在推廣藝術之外 他們也自力把當地的文化透過動畫宣揚出去 他們不離開 他們要學習 我最重要的是 他們有趣 他們有趣 他們很難受 他們也很難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